1. 今天一大爷来我家店里吃饭,结账的时候说忘带钱了,我是一万个不相信啊,后来他的孙女来了,忙说对不起,现在就付钱。 2. 本人学过武术所以很能打,在学校也小有名气,一兄弟叫我放学帮他打架,当时,我们这边四十多人,对面三十多人,二话没说就火拼了起来,场面相当乱,我光捡个子矮的打,打倒五六个了,那个带劲呀。 结束后,兄弟请吃饭,才发现那五六个矮子也在。 3. 小区广场上,一个熊孩子扔球丸,正好砸到旁边抽烟的老王,老王口头沉随口而出,草你妈逼,谁砸的我? 这时,一个辣妈飞着脸问,爸,你刚说的啥?老王尴尬着撒腿就跑了,熊孩子在后面追,爷爷,你倒是还我球啊。 从那以后,老王再也没说过这句口头禅。 4. 哥们儿跟我吐槽,说他做文艺实习的公司老板长相凶悍,说一不二,喷鼓龙水抽雪茄。 听纯爷们硬派歌曲,对员工严格进步于霸道,动不动就拍桌子,可今天上午,老板给他发了条信息,家里小兔兔生病了,我带他去宠物医院,下午到公司,会议调至两点,材料准备好,接门儿说,现在又不想辞职了。 5. 在这个炎炎夏日,知道谁对你最好吗?其实,只有文字对你最好,不离不弃,时不时给你一个红包,让你感动得睡不着。 从小到大,就他给的红包最多,大包小包都有,哎,不要都不行,硬给,还追着送,你还得给他掌声。 6. 今天去幼儿园接弟弟,发现他一直盯着一个女孩吃糖葫芦,口水都要流下来了,我怜悯执心大气说,喜欢吗?哥哥给你去买一个,弟弟犹豫了一会儿说,哥哥,贩卖儿童是不对的。 7. 在闺蜜家吃饭,他妈熬的粥,锅里剩的不多了,他妈非要给我盛上,我说,阿姨,我饱了,真吃不下了。 他妈那叫一个热情,边给我盛饭边说,好孩子,吃吧,吃吧,不吃也喂狗了。 8. 现在开车是越来越糟糕,透了理让行人吧,有些人就站在斑马线上慢慢悠悠的,有时突然出来刹车吧,又要担心被追尾。 电动车都在主道上行驶,鸣笛又不让,鸣笛了被骂,不鸣笛也被骂。 9. 中午和儿子到菜市场买鸡鱼,儿子在旁对老板说,老板,给我挑一条油子的,我应道,对,鸡鱼油子的比较好吃。 儿子,爸爸,谁说我要吃了,我想买回去放鱼缸养着,看他生鱼宝宝,我,10,每次下班回家,第一件事都是直冲厕所。 昨天,老公终于忍不住发问了,公司没厕所吗?就真的那么忙吗?我,像这么认真,这么勤奋的人,会带心上厕所吗?老公,说人话,我,公司厕所没网络。